天氣有多熱,就要玩到多盡 今個暑假,全城扣入《Amazing Summer》 借絕頭暑,發揮夏日狂想 早前遭受風暴重創的澳門 也已經改過八號風球 據風敲圍吹閘美國德州 當城市遭到嚴重破壞 最少人死亡,超過三十萬戶停電 各位早晨,我是陳嘉倩 八號東南列風或暴風信號 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後 教育局宣布所有日效停課 天文台預計八號信號會在上午為遲 早上九點,強烈熱帶風暴拍卡 在本港天文台的西南偏西大約九十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大約二八公里 靠近珠江口而西 天文台說,過去一個小時 香港西南部間中吹暴風 而大嶼山的高地間中達到颶風程度 拍卡會在未來一兩個小時 在珠江口而西登陸 香港正受到拍卡相關的雨帶影響 間中有狂風大驟雨 第華地區可能出現水浸 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送活動 風暴下港島東的杏花村繼續當風 朝早雨勢都會幾大 大浪撲上岸,樹木都被吹到東歪西島 地上全部都是樹枝、樹葉、鐵欄都被吹跌 以為外國回來的市民剛剛遇上大風 我們看看浪 我以前都住在這裡 我們來看看 上次的坑渠蓋吹十幾米都見過 有點危險,我想快點離開 野大嶼山大澳,天甲襲港期間一度水浸 政府部門和居民一次都加強戒備 拒母處人員用擋水板在近岸的地方加高 防止水浸 而民安隊就到民居檢查和清除路障 同時留意水位 當升到危險點的時候 會呼籲居民疏散 大澳居民也加緊做好預防水浸措施 然後一走過來就收天傘 風越來越大 城都吹斷了兩條 今晚我就沒有想要搬貨 這水浸我們沒有之前那麼厲害 暫時風挺大 暫時希望又不是很浸自 現在水漲未夠 起碼是11點多樓 今天流水 怕一會更好漲 我一會走去爬蟻 有沒有雪櫃、電器 可能升高一些 還有呢 還有那些看板有沒有吹 記者閃至現在在尖沙咀碼頭 市區受到泊卡的影響有多大 是嘉倩我現在在尖沙咀天星碼頭附近 我們先看看附近的一個大型商場 我們問過一些職員 他說發出8號信號期間 他們都不會做生意的了 看到他們有一些防風的措施 包括在門口有一些白色的板固定在那裡 防止玻璃門被吹爆 而現在我們看看海旁的情況 看到有一些少量的市民 在海邊觀浪看海 我們跟他們談過 他們就說平時有神運的習慣 現在就是過來看看海 之前天甲雜港的時候 他也是看過的 就說現在的威力並不像上次那麽強勁 其實我們在尖沙咀這裏 這個角度感受到的風和雨都大很多 這個位置都幾吃風 雖然說不上話很大 不過震風都幾強勁 有時站著這些位置都是站不穩的 我們看到其實現在的風 是由向著海面的方向吹 所以現在暫時海面的情況 我們就見不到一些特別大浪 或者湧浪的情況 不過就感受到很大的風 現在在天星碼頭這個位置 天星小輪就是停航的 以往旅客都比較多 喜歡去中環或者灣仔 都透過這裏從尖沙咀去到港島那邊 不過有旅客就說他們今天來香港玩 準備今天去澳門 不過見著天氣這麽差 他們都說有些失望 和來這裏都撲過空 因為他們來這裏 無論去商場或者去食肆 都是沒有開門營業的 尤其是這一邊的商店 全部都是沒有開門的 包括一些報紙檔 都是沒有開門做生意 我們會在現場跟進最新情況 現在先將時間交回新聞報 好 謝謝 夜風暴期間 市區有棚架和大樹倒林 至早大約六點半 西環一方面積大約二十米乘六米的 棚架倒林 沿在半空 警方拉起封鎖線 降落到西天橋 往堅離地城方向 近屈地街的萬線封閉 九龍桃關道也有大樹倒林 押著最少兩條行車線 直至上午七點 政府收到十三宗臨樹報告 另外民政事務總署開放二十三個臨時庇護中心 暫時有二百一十四個人入住 受以大風暴泊卡影響 截至早六點 機管局說有一百四十班來往本港的航班取消 其中國泰和港龍航空取消五十班來往台灣 內地和東南亞的航機 中華航空和華信航空取消十二班來往台灣的航機 分別來往台北、高雄、台中和由本港前往台南 長榮航空也取消六班來往本港和台灣的航機 機管局提醒旅客要留意航空公司公佈 確認機位之後才出發到機場 澳門氣象局早上六點改掛八號風球 預計泊卡中午前登陸 澳門氣象局說 帕卡現時最接近澳門 集結在澳門西南偏南大約四十公里 狂風罩雨明顯頻密 氣象局已經發出黃色風暴潮警告 生效時間在早上十一點 由於帕卡移動路線較預期接近澳門 所以發出紅色風暴潮的警告機會增加 將會令澳門沿岸低瓦地區水浸 澳門當局呼籲市民要做好防風和避險措施 避免暴行和開車到水浸地區 要及早處理停泊在水浸地區和地下停車場的車 市民也要留在安全地方 東南部多城市受到嚴重破壞 造成最少一死十四箱 超過三十萬戶停電 氣象部門預計 哈維會逐漸減弱 但預料暴雨持續 帶來廣泛水浸 预風過後災民亡於清理 十三年來美國本土最強预風哈維 協助時速超過二百公里的陣風 吹襲德州 東南部多個城市受到廣泛破壞 部份地區錄得高達五百毫米的魚